第五次的国共论坛将要在湖南长沙来举行 那么在这一次的主题主要是以文化教育为主 所以是邀请了不少两岸知名的文化界的人士 其中有这么一位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她 其实她就是20年前的中国小姐胡斐翠 还记得她是谁吗 她是昔日的中国小姐胡斐翠 这次她特别从上海赶到长沙 要以全新的身份参加国共经贸论坛 因为我在上海是做美资美医培训 我来很久了 从美国开始一直到上海来 所以文化教育跟美资美医培训其实是相关联的 而且我觉得现在这里是一个很大的市场 1988年台湾第一次重新恢复选美 当时胡斐翠以风云大方的形象 打败了纤细典雅而且又呼声最高的张淑娟 拿下了中国小姐的后冠而饱受争议 日后她退出了娱乐圈 转往美国学美资美医 如今在上海从事美容行业 而这一次则是在好友的推荐之下参加国共论坛 其实说实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一块 这种方式的论坛了 第一个我是想说来见识见识 然后增长见识嘛 那第二个话我想应该 如果有适当发言机会吧 胡斐翠说参加国共论坛只是看好大陆的经贸发展 并没有任何从政或是出名的意图 只想多多学习经营好事业 毕竟现在她是商人 不在留恋乌光识色的名人生涯 中天新闻江湖珠王佑琴 长沙采访报道